日本喜剧天王志村健因确诊武汉肺炎住院治疗 上午传出他29号晚间病逝 享受70岁 志村健是日本第一位确诊的艺人 他从这个月17号开始出现症状 起初被诊断为重度肺炎 23号才确诊武汉肺炎 后来病情加重装上液克膜治疗 但29号还是不敌病魔磁事 距离确诊只过了短短一个星期 消息一出让日本各界悲痛不舍 日本喜剧天王志村健确诊武汉肺炎 29号晚间11点10分在东京病逝 享受70岁 消息一出震惊日本各界 志村健是日本首位确诊艺人 他这个月17号出现倦怠感 在自家修养 19号开始有发烧 呼吸困难等症状 20号被送往东京港区一间医院诊治 初步诊断是重度肺炎 院方后来再对他裁剪武汉肺炎 23号验出阳性反应确诊 25号转院到新宿医间规模较大的医院 双液克膜治疗 不过志村健病情还是急转直下 确诊一星期后抢救无效 29号宣告不治 志村健上个月才刚过70岁生日 但他经常咽酒不离生 这几年健康状况都不好 除了有肝脏慢性病 今年一月又检查出胃部有席肉 处于武汉肺炎高危险群 志村健确诊后 他的亲哥哥曾受访表示 虽然很想去医院照顾他 但很可能被传染 什么都做不了 如今两人天人永隔 志村健病逝 也让日本演艺圈一片惋惜与不舍 男星山下志久在Instagram 发出现实动态悼念 希望大家好好照顾自己 日本许多城间节目也临时中断 插播志村健复文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志村健告别式将从简举行 致开放亲人参加 王雨薇编译 志村健从1972年活跃演艺圈至今 特别在台湾 泰国 印度 欧美等地都享有极高的知名度 他也是许多谐心心中的大前辈 砍脖子招牌动作 被众人争相模仿 但如今这些搞笑的段子成为绝项 他跟不少艺人交流频繁 不但宣导台湾的观光 很多艺人也会模仿他的桥段 接下来带你一块来回顾他的演艺人生 脸上一颗大黑质的怪叔叔 这就是日本搞笑天王 志村健的招牌形象 还有这个割脖子的动作 也是大家耳熟能详 志村健1972年出道 活跃于日本 台湾 甚至欧美国家的演艺圈 志村健1973年 在八点全员集合展露头角 搞笑功夫一流 让他一戏爆红 1987年推出的志村大爆笑 更是奠定他喜剧天王的地位 志村大爆笑 更是台湾终身带观众的童年回忆 志村健跟国内艺人有许多交流 像是他跟金城武一起拍的 台湾观光影片 引起广大回响 国内有许多综艺节目向他取近 艺人杨凡就模仿过志村健的同婆婆 称为杨婆婆 让人印象深刻 志村健是众多邪心心中的大前辈 拥有历久不衰的高人气 在业界也拥有好人缘 他总是不计形象伴丑 成为观众心中的开心果 如今不敌武汉肺炎辞世 但他的搞笑永远带给世人欢乐 林毅请编译 美国武汉肺炎确诊个案 现在是全球最多 防疫大象佛契还做出了最新的预测 他表示如果疫情没有妥善的控制 全美将累积10万到20万名死亡病例 还有多达数百万人感染 美国武汉肺炎死亡人数 才刚刚突破2000人 一场白宫记者会上 史诗级的数据满天飞 言下之意 全美10万人死于新冠病毒 还算是乐观 最先抛出惊人预测的 是美国的防疫大将 听得CNN主播当场皱眉 虽然官员解释 这是美国没有妥善防疫 才会到达的数据 但随后川普更不会言 如果政府什么都没做 全美可能有高达220万人病死 亲口描述家乡纽约的医院惨况 川普预测全美死亡率 两周后到达高峰 同时宣布全国社交距离防疫建议 延长到4月30号 复活节复工希望破灭 现在改口说6月1号之后 一切将会好转 保持社交距离 显然没在川普的字典里 几天前签署法案 把自己摸过的笔 一人发一支 所有人肩并肩靠紧紧 但看看欧洲各国领袖 不是坐远远 就是确实自我隔离 就怕总统防疫松散 民众有样学样 张力德编译 中南美洲各国目前 武汉肺炎病例相对较少 但是专家警告 当地政府不能掉以轻心 由于拉美国家的民众 防疫意识普遍不足 政府态度又被动 加上公卫体系相对薄弱 未来如果疫情爆发 可能经不起打击 美国确诊数冲破13万同时 整个拉丁美洲总病例 才刚刚占上一万三千例 各国元首显得相对淡定 巴西总统波索纳洛 上任以来高喊拼经济 如今看着巴西武汉肺炎 确诊超过4000例 冲上拉美第一 却持续反对封城停工 墨西哥确诊虽然维持在百位数 但病例增长趋势令人忧心 总统欧布拉多直到几天前 还跟成群孩童零距离接触 做了最坏示范 部分国家虽然祭出防疫重手 却遭到外界质疑 筛检不确实 实际疫情可能超出官方数据 阿根廷的全国宵禁 传出有数千人违反 遭到逮捕 巴拿马则出现拉美版的公主号 滞留海上的赞单号 两人确诊 却有四人因为不明原因死亡 上百人出现疑似症状 专家指出拉美国家 防疫观念普遍不足 万一疫情爆发 薄弱的公卫体系 恐怕经不起打击 张立德编译 美国疫情重灾区纽约 不少病患正在跟死神拔河 而第一线医护人员也是岌岌可危 因为医疗资源非常匮乏 有医院的护理师抱怨说 医院的口罩严重不足 院方要求一个口罩要使用五天 让医护人员感叹 没有防护装备就被推上战场 等于是送死 他们也很担心院内迟早会爆发 大规模群聚感染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戴上两副手套 脸上则是N955再加上一个面罩 因为治疗时很可能会被患者感染 病人最缺病床和呼吸器 而纽约有护理师被迫一个口罩用五天 口罩的松紧带还用定书针补墙 纽约布朗克斯一家医院 大批医护人员在院外取牌抗议 因为口罩再不送来 医护会先垮掉 尽管联邦政府表示 大批医疗物资已经陆续到位 但调查指出 目前全美各地大约只有12%的医疗单位 表示收到了联邦拨下来的用品 救人如救火 如果再不加快脚步 不知道又会有多少人无辜送命 刘雍伟编译 中国大陆武汉肺炎疫情趋缓 各地逐步解除封锁 民众出示手机QR Code绿码 就代表自己身体健康 可以通行各地 不过最近却传出绿码搞乌龙 有人22号从湖北凭着绿码开车到甘肃 但是几天之后呢 病毒检测却呈现阳性 确诊武汉肺炎 也让外界对健康码的可信度 打上了一个大问号 大陆武汉肺炎疫情看似渐渐缓和 各地逐步解封 恢复对外交通 民众只要出示手机QR Code绿码 证明自己身强体健就能自由往返各地 不过绿码真的是健康的保证吗 恐怕未必 最近有未持绿码的民众确诊武汉肺炎 让大家又人心惶惶 这名病患早在1月中旬 从兰州回湖北咸宁市老家 3月22号自己开车 用绿码返回兰州 他在兰州集中隔离 接受电脑断层扫描 发现左右肺部都有肺炎症状 进一步检测后 确诊感染武汉肺炎 大陆民众哗然 原来健康绿码也有漏洞 以前有些是要隔离14天 如果再互通的话 是可以解决这个后顾自由 用QR Code判别健康状况 2月由浙江杭州率先推出 绿码代表能自由通行 红码则必须集中隔离14天 大陆许多城市都用这个方法管理出入的旅客 但是判定谁有绿码的标准始终不透明 如今绿码又出包 民众短期内恐怕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